我会在8月9号在北斩剧场做我的一个2002年的怀旧金曲的演唱会 那到时候那个夜晚是会唱许多的以前的怀旧的老歌 然后包括我这张老歌新唱唱片叫妈妈留给我一首歌 里面十首80年代左右中国最好听的影视歌曲跟六星歌曲 那希望那天的那个夜晚就是会是所有的喜欢这些老歌的朋友们 在北斩跟我的一个这样的非常温馨美好的一个约会 非常高兴请到了我的三位特别好的朋友 第一个就是韩红 第二个就是这个孔祥东 还有一位就是我的师哥毛宁 那么这三个人呢会跟我一起在8月9号的晚上 一起来给大家奉献一台这样的2002年的怀旧金曲的晚会 那他们呢也会跟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合作 因为大家都是好朋友 所以可能合作起来会特别的开心放松快乐 比如我会跟韩红唱一首我自己的这个 同名的演唱会跟唱片里面的这首主题 叫妈妈留给我一首歌 那我还会逼迫他唱一首我的甜歌你们能够相信吗 轻轻地告诉你 韩红来唱肯定很好玩 那孔祥东呢 大家都知道他是非常著名的这个古典钢琴家 那那个晚上呢我想我跟他唱一首我自己的歌叫月亮船 然后还有一首老歌就叫月亮代表我的心 也会相当的温馨跟可爱 那最后一趴我想我会跟我的这个师哥毛宁合作 我们以前曾经唱过的我们自己的老歌 两首二重唱的歌曲 一个就是卢生练歌 还有一个就是只要唱过卡罗克的人都知道的叫星雨 那么毛宁他还会唱一首自己的这个老歌 掏声一咒 8月9号我的这个同名的唱片 妈妈留给我一首歌就已经要正式发行了 那么最新的专辑应该是在90月份都会有准备 那这次的这个全新的专辑我想曲风应该整个唱片做出来 应该是会非常不错的 就是我期待自己在形象上 或者是在歌曲的风格上面能够给 就是喜欢听我歌的朋友一个一些新的感受 娱乐人